It's so annoying that you're smart That your casual conversation Even a short duration Can cover everything from science based to art It's so obnoxious that you're kind That you always have time for family About everybody has a familiar things Don't walk you by your mind If you could be just a little less perfect Hello大家好我是Nik 我是卓尼先生 沒錯這禮拜呢是我的birthday weekend 其實生日已經剛過了啦 但是卓尼先生就特別來米谷這邊找我 然後就想要記錄一下這次的生日的staycation 生日快樂 謝謝 然後我們這次就來到了 全山 全山的indigo 超沒有默契的 然後我們昨天已經就過來然後住了一晚 飯店開箱在我去年11月閃封的時候其實已經有開箱過 所以大家可以去那邊看一看 那這期影片呢就是簡單記錄一下我們兩個在這邊搞些什麼事 搞些什麼事 我們現在其實只要去吃早餐啦 那就出發吃早餐去 出發 有在關注我的觀眾朋友 就知道我去年來到全山賞風 這裡距離名古屋車程半小時 是個可以暫時拋下煩惱 遠離都市呈銷的好地方 當時慶祝訂閱破兩萬人 錄住了這家IHG旗下的全山遊樂園 英迪格 這次再次選在這裡度過生日 就看得出來 我有多喜歡這家飯店了吧 除了早餐豐富好吃之外 客房也相當寬敞舒適 也有溫泉跟健身房 雖然是比較高級的飯店 質感整個好到不行啊 就吃完早餐啦 早餐還是跟我上次來的時候 感覺不錯 就一樣好吃 那比較可惜 是我覺得可能現在就是 因為疫情比較緩和 就是大家都會出來玩 所以哇 人潮真的很多 所以我覺得缺點就是 他現在有限制就是用餐時間啦 所以其實吃起來有一點小感 7個半小時都是幫我趕走 對啊 其實也沒有嚴格感啦 就是稍微提醒我們 然後飲料也變外帶了 是 那莊尼這次來覺得 早餐好吃嗎 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點了 和食 因為他陽食就有點 說不定 對 陽食就看起來比較普通啦 我們看到別桌點 就是一個 歐姆蛋啊 然後有些濃湯啊 麵包什麼 但他本來Buffet 就已經有麵包了 而且是蠻厲害的麵包 那我建議那個麵包要 烤鍋來吃 這次太改就沒有烤 上次烤鍋的是 驚為天人 因為天人說他那家麵包店 就是在東京 才有分店 對 還不錯 這蠻好吃的那麵包 嗯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想說 要到12點才退房 就非常Chill 然後我們待會要去那個 他旁邊有一個 遊樂園 然後這邊 他其實飯店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庭園跟水池 放一圈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包場了 就沒有人 然後後面的話就有 全三層 全三層 被沾住了 現在看不到 對 因為這邊太低了 我們待會兒再過去那邊走走吧 回到房間啊 就稍作休息一下 待會兒要出去 那這次呢 是想說要來慶祝一下生日 所以呢 飯店還蠻貼心的 就是有寫一張 生日卡給我 你看超可愛的 然後呢 這邊要特別感謝 抓尼先生送我的生日禮物 大家看到沒 直接現場拿來用 就是超可愛的 它是那個充電用的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變壓器 然後它連線呢 都有這個 附這個綁線的東西 然後連顏色都是黃色 然後我覺得 超背光 然後跟大家講一些非常 非常非常巧的事情 就我另外一個朋友 那也送我一樣的 但我想說沒關係 就一個旅行用 一個在家裡用 不錯吧 超可愛的 而且它最近有 雷球更大的版本 還有皮球 每個都超可愛的 好我們這次的房間 我們這次房間跟我上次住不一樣 我上次住那邊 那邊的話它是直接可以面對 看到塵 那其實這一側也不錯啦 就是它是面這個木針船 那其實你 頭轉一下呢 其實也是看得到塵 那假如跟我們一樣 這次有住這個 印第格的話呢 它可以用它的房卡 可以進它旁邊的遊樂院 然後入場門票是1200喔 所以我覺得 有來入住的話呢 就是 可以來走走 慢話算的 很漂亮耶 我們現在就在 遊樂院裡面 請問遊樂院的日文是 遊樂院 對 就是念法跟平常有點不太一樣 平常有是唸 遊樂院也是唸 也是唸 啊 原來是這樣 然後因為現在是夏天 所以就沒有像我上次春天來 有這麼多 不是上次不春天 上次秋天來的時候 會有很多楓葉 就剪進去 對 就是今天太氣餓 這講話都非常的深心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季節來也不錯 就是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對 有很多杜鵑花 待會拍給大家看看 遊樂院這邊其實有個茶室 那假如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就可以付600塊 可以體驗它的茶道 就是有一碗抹茶 還有喝果子 那茶室在這邊 那我跟莊尼覺得呢 我們房間還有好多咖啡跟茶沒有喝 所以就想說 打消念頭 所以就給大家看 我覺得茶室感覺氣氛還蠻好的 唯美唯美的 我們剛剛在門口就想很久 到底要不要喝茶 但是發現呢 它這個茶室應該是不能攝影的 它很怕就是你把相機啊 手機可能不小心裝到它的茶器 這邊有個書院 那秋天的話上面就是都會是楓葉很漂亮 現在就只有我們Gay掰的老師在這裡 回眸一下 應該逃不出鏡頭吧 沒有 一回頭 我擦到樹林了 我們現在呢就要準備去來犬山壁去的景點 就是犬山城 那在去犬山城之前呢就會經過這邊叫做 三光道河神社 有超多神社都在這邊的 有點像是那種 它叫做Pawaspot 對那種 開完中文不知道發生什麼啦 反正就大家去走走 今天天氣滿好的 所以呢 全山城要到天守時間大概要20分鐘 那就經過這個神社就可以上去全山城囉 三光道河這邊很有名 它就是之前來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跟我來的朋友都 大家都很想變有錢人 所以大家都來這邊洗錢 有錢人 你就要先去跟他拿那個 這個叫什麼 豬肉 然後還有蠟燭 然後100日幣 然後呢 你要先把蠟燭呢 插在那邊就是奉獻 然後再來洗你想要洗的錢 老師不要燙傷喔 我們大家一起祝莊尼老師變有錢人 然後就可以養我了 就看你想變多有錢啊 就看 你要把信用卡洗一洗啊 不是因為好貴耶 不是因為好貴耶 你們再留卡順便洗一洗 就像洗滑 哇 大家來看金光閃閃的一欄 希望可以變得閃 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叫做 然後它就是你先許願 那當你閉上眼鏡把它舉起來的時候 繳了它冰箱中來的人 輕的話呢就會 容易直線 重的話就可能不會直線 所以你見到它一開始要重一點 很重很重喔 這傢伙很重喔 閉著眼鏡你先許個心願 然後閉上眼鏡把這顆石頭舉起來 然後感受它的重量 來試試看 石頭你在哪 前面 看起來很輕鬆耶 這一開始要力氣出很大 好啦希望會實現 大家可以來玩玩看 我會推薦大家來犬山城走這個 山光道賀神社的原因 是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很多鳥居的地方 就走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往這邊一上面走呢 就就到犬山城 出發 我們現在就在犬山城的售票口 那我們這次一樣是買這個 明帖的套票 非常推薦大家來玩 就直接買這個 就是你交通也比較便宜 然後裡面有犬山城的天守閣入場券 對啊 但是它不是那種 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要在這邊先換 去年來賞豐的時候 好像在影片說 要來看這邊櫻花 結果呢 也是太忙了 就沒時間 反而跑去了岡山 那它這張路程 我覺得漂亮就是春天的樣子 蠻漂亮的 我們就準備進去吧 山城又叫做別民白地城 那它有來其實跟我們小時候背過的唐詩 是一樣的 就是 招慈白地採雲間 背一下背一下 千里江陵一日緩 你看它是日文版本的 就很酷 然後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全山城的位置 其實它就離木針川沿著邊邊而已 就是 它的景色其實就是跟長江那種感覺很像 像我們抓迷就是颱風天的時候 有來全山城 它看到的就是跟黃河的照片 照片給大家看 登!這邊 飯店在後面 在這裡 老師介紹一下 這個是 印地狗 印地狗 對 戳套了吧 對 其實人都小小的 看起來其實超遠的 我們一直為著 我們在陽台上被大家看到 呵呵 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因為它現在人潮比較多 所以上來天手 我們大概花了20分鐘 爬了20分鐘 但是剛剛工作人員說 你要在天手上面繞幾圈都OK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繞個兩三圈 繞十圈 然後頭暈為止再下去 其實這一次我第四還是第五次也要全三層 然後現在還注意到在全三層旁邊就是有一顆神木 那這顆神木的話呢 它仔細看的話 它的樹林就是有650米 然後跟這個全三層的歷史是一樣的 不過它之前就是遇到颱風 所以呢 可以看到上面 居然已經有點被截斷了 那我們剛剛是從三光道賀神社就經過 然後走到全三層 然後我們想說下來走貴陽路 那這邊神社就是很多 像現在這個神社叫做 真鋼神社 對然後它真的很漂亮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籤就是有7種顏色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它抽籤的地方在這邊 然後你可以看到你抽到的顏色可以 所以要留在這邊的話可以把它上臉 那大家有來全三玩的話呢 就是很推薦我剛剛講的這個交通套票 然後裡面其實有一個全三層的夏拉丁這個Coupon 就是折扣優惠券 然後就合作一些店家 可以用一些優惠的價格吃一些美食 大家吃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它其實就是醬汁塗滿多的 然後我就是建議跟我一樣一口吃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它就是那種豆腐非常軟 非常嫩 然後外面就有那種 只是傳統的味噌 然後加上它是那種現烤 就有點炭焦香吧 不錯不錯 推 我每次來犬山必吃的五瓶餅 這家是我的愛店 你看它就是做的小小的一口吃 它叫做三甜五瓶餅 下次大家可以來 哇那這次來犬山呢 就是發現了新開了滿多店 那這邊也是新的 它叫做甜點花園嘛 就進駐了很多甜點店 跟朱尼決定要來吃這個義式的冰淇淋 因為看起來真的它很好吃 你是選兩個口味的話呢 它是看它這邊的顏色 在決定它的價錢的 假如你兩個都選到黃色的話 其實就要到一千二 那我跟朱尼的眼光很好 我們就直接選這兩個口味了 期待 它這應該是榛果巧克力 跟這個草莓 這樣一大小其實滿小的日幣 一千二 一千二 剛才吃了兩倍加 但是完全是質感的味道 對 好吃 非常正確實用 也有 老實說好 這個是真的很好吃 我今天因為很Chill 入住了印第一個飯店 那現在旅遊補助就是很還是有 所以週末入住就是有 一千塊 然後兩個人就兩千塊的旅遊補助 我們要想辦法在今天把它用掉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來吃這家 這家 飛駝牛 它的串燒 這家店有 還有之前的旅遊不住 然後這邊除了串燒 其實還有好多店家都藏在這個小箱子裡面 樓上二樓其實是有一種 黑達十字一個平台 感覺是蠻切勇的 這邊感覺氣氛蠻好的 看我們老實在幹嘛 老實在認真自己的日文教學 飛駝牛的烤肉串就送來啦 這串要日幣八百 算蠻高級的 吃吃看 還好我們是用普通的 對 看起來非常juicy 還行嗎 對 老實在覺得 有 有啊感覺蠻多的 但我覺得它烤太熟欸 不一定覺得 不覺得超火啦 個人覺得 個人覺得烤太熟了 我覺得飛駝牛大概吃 不用是要全熟 剛咬起來是全熟 好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家用米做的年輪蛋糕 店家有提供試吃 不管是送人 還是自己享用 都相當適合 各位看這個外觀 也太可愛了吧 它除了店裡 就是有一些外帶的土產 它其實也有內用 然後內用就是 我們點了套餐 它可以加350 就可以在這邊吃它的 年輪蛋糕 然後 還有一杯飲料 我們去喝咖啡 然後年輪蛋糕就是 有兩個口味 巧克力跟 應該是原味牛奶的 開動開動 是我們全山城下丁吃吃喝喝的行程了 我們又回到了 我們昨晚入住的飯店 因迪的飯店 對 那我們準備拿行李要結束 我們這次的行程啦 那這次影片算是一個 非常chill 又非常free的 bruster weekend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老樣子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 對 那也記得follow我的IG喔 我是妮可 我是竹岸先生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